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里建民货币 咱们昨天呢 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来分析了一下 如何导致的这种暴跌啊 那咱们讲到是这个局部战争的影响 那么这个战争呢 目前仍在继续 所以说今天又出现了一波的下探 那咱们今天主要视频来聊一聊这个战争继续 那比特币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很明白了 那在这个了解完这个之后呢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目前这个几个主流的这个币种啊 那比如说这个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 salona link 狗狗币 以及这个work on世界币 那这几个的分析情况 那今天到底是应该抄底呢 还是应该卖出呢 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牛市的暴跌的行情的话 那可能你会有一点慌 但是呢不要紧张啊 那目前的这种行情的仍然是在继续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战争啊 其实我不太愿意讲这种国际形式的 其实这种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根于跟投资来讲呢 政治方面的这个东西呢 非常非常的复杂 是超过了很多财经博主的这种讨论的范畴之外啊 但是呢我认为这种战争的局部战争还会继续啊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战争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还是有一些这种大的这种国家呢 在背后进行博弈 然后呢派来的小弟呢 在前面先去打一打 然后呢去转移一下这种国内的紧张的局势 那比如说这个美国 那目前的这个高通胀率 他们把这个注意力进到中东了 你看这个外国都在打仗了 那我们国家虽然说通胀很高 但是呢我们国家呢 人民呢还是风平浪静 还是岁月静好 对吧 那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那目前我们如果说看推特的话 那这个感觉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呢我认为目前的这种形式呢 还只是停留在局部 那一旦说这个全面的战争打响了的话 那真的是这个人间的灾难啊 那其实我们昨天讲到了 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这是古话 但是呢现在来说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呢 很多人拿着黄金呢也不安全 所以说这个比特币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避险的一个资产 那目前恐慌性的抛盘呢还没有结束 而且呢 今天呢是美国这边的礼拜六啊 现在的是礼拜六的下午三点钟 那这个时间段呢 正好是华尔街不上班的时候呢 美股不开市 美股不开市呢 也有一些控盘的这种早期的比特币的机构啊 玩家他们呢想趁着这个时候呢 来制造一些抛盘 来打一下这个下面的多单也好 或者是怎么找也好 反正有他们的目的 然后呢来制造这种恐慌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恐慌 没有必要去割肉 这个我们不管说现在是在牛市走了一半也好 或者是还在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阶段也好 但是呢你现在割肉反而是中了庄家的一个圈套 所以说拿好你自己的筹码 那如果说你手里面还有剩余的资金的话 那你可以在今天去抄底 那抄哪些底呢 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跟大家来分析 那么如果说没有子弹的话 那就干脆去躺平了 那这段话呢 我是在会员群刚刚讲到的 那如果说呢 你感兴趣加我这个会员群 咱们可以一起布局一下 那目前的山寨的行情呢 已经完完全全回到了三个月前 甚至是到12月底的时候的那个阶段 那我们这个会员群早期布局的这些项目呢 依然有很大的一个潜力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那我不敢说保证你挣50倍以上 但是呢10倍到20倍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感兴趣的话 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找到立个助手 或者是直接加立个助手的微信 来办理这个入群的这个手续 那会员群的这个群费呢 是每年1000U啊 大家要记住 很多朋友加过来问 问完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但是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先告诉大家一下 因为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如果说你资金量不够的话 不建议你加全 先去挣钱 在场外挣钱 挣够了足够的资金之后 一边挣钱一边学习 然后自己的这种知识体系完成了 完善了之后 那你再去跟着我去操作的话 会比较更好一点啊 那好 那我们来接着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这个主流的币种 你要抄底哪些币种 那目前这个比特币依然是 在跌幅里面是比较扛跌的一个 那目前我们如果说看一个小时的 这个图的话 那目前这个比特币最低点达到了6万啊 到6万之后 它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 有一个急速的一个反弹 但是目前 这个反弹的并没有持续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6万点的这个支撑呢 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我们把它再放到这个日线图上来看 那如果说真的插针的话 它有可能去下面去寻找这个点位啊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大概是在52到53的附近 那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画一个矩形的话会更好一点 那画两条线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这个区域呢 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盘旋了很久 那而且呢 我们如果往前看的话 往前早期看的话 在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支撑 在这个21年的时候 也是也能够支撑得住啊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个呃 如果说走极端行情 往下插针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个黄色 红色的这根线呢 是这个MA120日的这个均线 MA120日均线 目前的价格呢是53720 那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行情 但是呃 我不认为它会碰到这个点位啊 那目前比特币的表现呢 依然是优于呃 99.99%的山寨币 那甚至是优于这个以太坊的 那目前这个比特币 因为整个基本面的变化呢 所以说比特币依然成为这个所有全世界大资金的一个冲玩 那目前这个我们刚刚也讲了 那目前这个华尔街不上班 所以说我认为呢啊 我认为这个战争引起的恐慌呢 只是一个表象 那背后的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原始的早期的这种比特币的玩家 在趁着华尔街目前不开市的情况之下 迅速的进行抛盘 那他们抛盘干什么呢 我们呃其实在这个另外一个频道 每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会看到了 这个是清算的热图啊 那比特币清算热图 我们看到打到6万之后 那底下几乎就没有多单了 完完全全全部击穿 没有任何的多单 呃可以去这个往下打了 这是两个礼拜的图啊 那我们再看一个月的话 也是一样子的 那底下完完全全 非常非常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然后反而呢 是上面的多单呢 是积攒了呃 大概有五六十亿的这个空单在上面 那如果说呃 真的是这个表象是因为打仗带来的恐慌 然后呢 实际上是这种老的这种OG玩家呢 在操盘的话 那么如果说他们只是为了 那比如说 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这个交易所吧 那这几个几大交易所联合起来砸盘 那因为交易所里面的币呢 是最多的 他们可以去操纵这个市场 但是呢 因为华尔街介入了之后 他们呢 反而显得很被动 因为他们每一次想往下砸盘的时候 这种尤其是在美国的时间 周一到周五的开盘的时间 美股开盘的时候 所以说他们就很被动 想砸砸不动 因为你砸多少的话 那么呃 整个的这华尔街的这个ETF呢 都能给你接的住 所以说我们看到比特币 在六万到七万之间的来来回回 震荡了好长时间了 但是呢 完完全全达不到他们的一个 洗盘的一个目的啊 或者是达不到他们一个 控盘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趁着周末搞了一次突袭 那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呢 是目前是停在了六万点啊 就是插针插到六万 那么从日线上来看呢 这个牛市行情并没有结束啊 因为这个生死的官位呢 就是这个黄色的线啊 是MA200日的均线 那我们看 可以参考以前的这种情况 那每一次这个比特币在走牛市行情的时候呢 顶多也就是碰到这个红色的线 MA120 然后呢碰到之后呢 再有一次反弹 如果说啊 如果说他真的击穿了的话 那可能会在下面撑起好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呢再开始往上上攻 那这个整个的牛市行情里面呢 其实是很难碰到红色的线啊 那即便是在这个地方是2020年的时候 然后击铺是沿着这个我们这个蓝色的线 是MA20的均线在往上走 那目前来看这个比特币的行情走势呢 呃 如果说你真的是从纯技术方面来分析的话 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因为他击穿了MA20 已经远离他两天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价格的行为呢 是围绕着均线来波动的 那远离太多的话 那目前的点位是62,600点 那MA20是68,800 那我觉得短期之内还会有望再回到68,800的这个点位 那即便是走这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行情 碰到这个红色的呃 53,700这条线的话 也可能就是止跌止住了 所以说你目前在这个手里面还有大量的资金 呃 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那比特币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资产 那目前在MA20以下你去买的话 一定不会亏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就比较惨了啊 以太坊直接就击穿了呃 MA120的这个红色的线 那击穿了之后呢 哎 反而也是反弹了 反弹了 但是这个反弹的幅度呢 并不是很理想 那目前这个以太坊的点位呢 是2924 所以说以太坊呢 呃 依然是呃 一个优选的一个资产呢 如果说我去抄底的话 那我是首选以太坊呢 在今天这个行情下呢 我是首选以太坊 另外呢 这个以太坊和这个呃 比特币的这个汇率呢 也是啊 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低点啊 那我昨天在会员群 也跟朋友呃 分享了 那目前的这个 他的这个汇率呢 已经跌到了0.046 那上一次跌到0.046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2021年的时候 2021年的4月份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处在一个 历史的极端的一个低位了 如果说你抄底以太坊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salona 那salona是呃 跟跟以太坊的走势 是非常非常的像 也是击穿了ma120 那ma120是这个125的 这个125美元的价格 那现在呢是130块 呃 那如果说真的走极端行情 碰一下黄色的线92 那我觉得salona依然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进行抄底的话 呃 所以说这个 我还是继续想给朋友们打气一下 这个呃 salona呃 eth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种 一种投资的战略 那这个比投资其他的一些山寨呢 会更有性价比 那这一轮的牛市的顶峰的时候呢 我认为以太坊怎么着都能上一万 那salona怎么着都能上五百 那从目前的点位来看呢 都是有三到四倍的这个涨幅啊 所以说呃 买这两个呢 是没错的 非常非常保守的一种打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link 那link是跌的就更加难看了 link直接把ma120就给击穿了 这是非常非常呃 熊市的一种表现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在2023年的7月份啊 8月份击穿过一次 然后在底下盘整了好长的时间 所以说目前来看 我觉得这个link 如果说短时间之内 占不占不回ma200的话 所以我认为这个link呢 还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呢 还可能会继续盘整的一段时间 那盘整一段时间之后 再选择上钩 那也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link呃 本轮牛市的预判呢 是150又依然不会变化 那link的话 嗯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专门去讲过一期陈link 他现在是做这个预言机 但是呢 很多AI项目也是离不开这个link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啊 那狗狗币呃的走势呢 就比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eth salona和link就强势多了 那狗狗币目前的走势呢 依然跟比特币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好久没有在频道里面讲狗狗币了呢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那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还是跟这个老一批的这种OG玩家有关系啊 老一批的这种币圈的玩家有关系 机构有关系 那么他们想争夺比特币的控价权 但是呢 很难 但是呢 哎 如果说没有狗狗币的话 他们能控盘哪个呢 以太坊肯定他们控不了盘 salona也控不了盘 因为背后都有更大的这种美国的这种资本在控制啊 那只有狗狗币 那第一呢 就是狗狗币最像比特币 第二呢 就是狗狗币的社区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这是毋庸置疑的那狗狗币呃 是这个作为蜜目之王 呃 他说第二的话 没有人敢说再是第一了 那本轮这个狗狗币呢 一美元的价格呢 只是一个起步 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预测的很准啊 那三美元五美元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高的话都有可能达到十美元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狗狗币 虽然说啊 今天的跌幅也是很很厉害的跌了18% 但是呢 目前依然是站在了MA120的点上方 没有击穿MA120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狗狗币呢 是走势呢 是强于以太坊 强于salonet 强于chillink 你如果想这个买狗狗币的话 那现在的价格0.14 依然是一个很低 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好 那下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Wordcon啊 Wordcon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本轮牛市是最喜欢的之一啊 Wordcon呢 其实我我在视频里面 也讲了很多很多次了 我自己甚至多去打了这个红膜 但是呢 这个Wordcon呢 最近的这个表现的确实实是不尽人意 而且呢 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传出来的Wordcon呢 有天亮的抛盘啊 什么FDV啊 就是说 全部释放之后的这个市值呢 达到了600多亿了 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呢 我觉得完完全全没有必要担心 我之前跟会员群里面朋友讲过啊 就是说Wordcon它是一点一点释放的 它不是说一下子把前面的锁仓的全部都给释放出来 那目前这个Wordcon的 它这个APP Wordcon呢 已经用户超过了1000万 然后呢 日活用户呢 超过了200万 那这个呢 是其实是可以把它归类为一种MemeCon AI领域的MemeCon 那我觉得这样理解的话 你就会理解 那为什么在前面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Wordcon能涨到将近12块钱 但是呢 目前这个我们看底下的这个成交量也也没有起来啊 那今天我觉得有很多的资本在抄底Wordcon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抄底的话 那Wordcon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标的 那Wordcon本轮牛市呢 我认为100美元以上的也是一个起步啊 那你不能用常规的这种技术手段 或者是常规的基本面的分析来分析Wordcon 因为它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种Meme的一种性质了 它跟狗币就很像了 那我们从技术上分析的话 它是击穿了MA200 但是呢 站稳了 站稳了 继续反弹 那如果说这个后面再跌的话 它都能在这个平台上站稳的话 那后面继续冲高 这个高点12美元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呢 就是二个基金木头节呢 他们投资了OpenAI 那也就是因为看好这个SAMUlteman 那么OpenAI呢 它是最大的股份的是卖给 是给了这个Microsoft 就是微软 它给了微软 但是呢 这个我不知道OpenAI 它现在还是对外公开 就是卖股份的 还是可以参股的 那如果说这个 有人想投资SAMUlteman 在加密货币里面投资的话 那只有Wordcon这一个 唯一的一个标点 那很多人说 那SAMUlteman是不是也投资了 其他的标的呢 但是呢 你有看到吗 你知道吗 是不是顶着它的名字 在行片呢 都不知道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Avalanche Avalanche其实跟Wordcon走势 就很像了 它同样是打在了MA200的这个地方 那Avalanche本轮牛市呢 我认为会很有可能的会走向前五名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个排名 那目前排名第一是比特币 第二是以太坊 那第三这个稳定币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掉不算了 那第四这个BNB啊 BNB是一个平台币 其实这个 我心目中的第三呢 是这个SALONA 那第四呢 就是这个狗狗币 那第五呢 就是这个Avalanche Avalanche 我觉得这一轮呢 能到前五啊 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那第六 如果说你让我去选一个 第六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 呃 Chanlink啊 Chanlink 是应该是拍到第六的 然后第七应该是 我觉得再回来 这个BNB啊 BNB应该还滑落不了前十名啊 然后呢 就是第八呢 应该是这个Tone 呃 然后再加上这个Tazer的话 应该是九个了 那九个了 第十 呃 第十应该就是这个Shiba Inu了 那Shiba Inu 目前这个也是紧随狗狗币的一个 一个走法啊 OK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个分享了 如果说你要去投资 去抄底 在今天这个市场里面去抄底的话 那这是几个大众化的 比较主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思路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 加了一个会员群的话 那我在会员群里面 会有更加详细的这种操作的思路 因为目前的这种价格呢 真的是回到了三个月之前呢 如果说你前面呃 没有这个在忧郁 没有加入会员群的话 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再次说一下 那我们前面三个月 虽然说这个呃 没有没有及时的逃顶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我们后面这个操作思路的 会更加的这个优化一下 然后呢 会带着所有的会员朋友 在这一轮呢 实现财富自由 OK好 那么以上呢 那就是今天视频所有那种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